在北港西防汛道路靠近西万路与八连路口这一段 沿途没有路灯 就民众抱怨晚上走在这里一片去黑真的很不方便 另外邻近住家也经常有小偷光顾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议员廖正良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目前已经争设了21盏路灯 让民众晚上散步更安全 这是之前会刊的画面 就从西万路一段333巷进来 可以直通北港西防汛步道 所以这里也是附近居民每天会来走走散散步的地方 只是抬头望去连一盏路灯都没有 晚上漆黑一片引起民怨 因为晚上真的很暗不安全 不过现在一眼望去 可以看到堤防边上一盏盏的路灯都已经装好了 那这次我非常感谢议员跟区公所的帮忙 已经反应多年了 那现在议员的帮忙 导致这里装设的路灯21盏 二十一盏 然后曾间还没有装设的时候 这里常招小偷 偷窃窃窃窃窃窃窃益 赫盗非常地多 那现在已经施工已经禁尾深了 就是等送店 那曾间也有很多老人在这边做一个休闲 做一个休闲 希望这个光明灯点亮了的时候 让休闲窃窃益也减少 主要是因为前后段的防汛道路都有路灯 就唯独这一段没有 照明不够也造成治安死角 警令住家也经常有小偷光顾 所以在邀请相关单位人员会看之后 要求真实的路灯现在完工保障安全 那这边的人国居住的非常的密集 那原本这个夜间 还有曾经很多的 相信在这边曾经的运动会 夜间的散步 可是这边都没有照明的设备 那今天我们的县里长的反应 他们希望说这边来装设一些照明设备 那我们像新别日政策 挣起了几十万来把所有的 这段的防御大陆已经把它装设完成 完工了 一员廖正良也特地前往看看实作状况 现在从西湾路333项 到八连路这段的防训道路 多了21盏的路灯 晚上照明足安全加分 就程慧玲细直采访报道